为了迈向原住民族自治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28号下午举行成立大会 经过筹备事宜及选举最后在理事推选之下 第一届理事长是由铁辣尤道来担任 共同为太鲁阁族自治之路迈向第一步 并且在族人们努力之下要争取原住民族自主性还有未来的发展 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在筹备委员会成立之下正式投票 并且选出理事、理事长、常务监事等干部 首先理事长由铁辣尤道来担任同时也是责任的开始 这个是经由中央合准成立的具有法律身份的一个自治协会 那我们成立这个自治协会主要的目的是 要以这个团体作为跟政府协商自治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推动自治的主要目的是 要捍卫我们的民族尊严跟文化的平等 那估计我们在二十多年前成立了这个太鲁阁族以后 我们取得了我们的族民争取到了我们的民族的生存权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争取的是民族的尊严跟文化的平等 所以有了这个平台我们跟政府之间我们有一个平台 政府也有一个窗口来跟我们的族群来对话 我们将来就是以这个窗口作为跟政府之间协商 进行跨部会的一个协商的一个平台 县府原本出出场独股扫运也肯定协会的成立 自治法总共有五个版本的策判 无尽无尽都没有成功 不管是哪一种策判 从短短的只有五条的到一百 记得好像是一百二十几条的版本 统统都没有过 但是呢 自治也许有非常多想象的空间 刚刚理事长也有提到 就是这种有放回辖区的自治 也是这个是大家比较常用的一种自治方式 行为下长文贵表示 公司也会带来支持推动泰鲁哥族自治 国家本来就是有一个机关管财务 那财务它必须一定要公开透明 所以有很多自治协会 我们的自治团体 一直想要很多的资源的时候 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协会 再来促进我们整个自治推动的力量 李大约表示将会要求 一 原住民主基本法作为蓝本 修订适用泰鲁哥族历史 以及文化差异的自治法令 成立自治协会之后 将会争取与中央政府 进行跨破会协商 确认知识空间以及管辖权 进而捍卫民主尊严 以及实践文化平等 从原住民族自治 深化台湾历史众生 从而强化台湾历史的主体性 将有助于建立台湾南斗 民主文化优势的地位 来带动台湾迈向国际 以及提升国家整体的自主发展 共同维护人类共有的台湾生物多样性 记得终于观世道 中文化优优优独播剧名